市長公共設施,包括社區或學校 學校的部分,因為它是教育部的範疇,我們主要是社區的部分 我們社區的公共設施的部分,我們有在做燥光電的發展 就是它比如照明設備的部分 或者小型風機 小型風機的部分,目前我們那個經驗還沒有 但是我們有在燥光電的照明設備的部分 如果要相關技術協助的話,絕對可以選擇 對,小型風機,還有電子 川流市的那個小水立發店都可以 我們那個時候沒有講說,學生的隱私是很太一樣的 因為是多元的 我想我們這個,我們會盡力去吸收 我們也希望跟能力姐那邊合作 我們也盼請能力姐來指導我們這部分 謝謝,謝謝 未來我們的水保局留在農業部的就會成為這個城鄉規劃署 現在改成農村及農村居室 未來我們以前印象裡面在山上做水土保持的是 進來環境資源部 謝謝,那我們四位官員已經官員完了 那我們是不是開放那個,我們放下提問 不知道有沒有選擇 來,如可以 我其實在這個,在關鍵再生人員的這個議題當中 我們也發現說,其實有很多不管是業者或者一般的個人 在那個申請那個再生人員的那個程序的時候 我知道的是,好像日本的這個申請的那個表格 大概需要兩頁啦 那德國應該是四頁 那聽說台灣是大概要寫250頁的這個,這個申請的表格 然後大概要蓋二三十個章才能通過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在台灣其實在,不管是像是縣市政府 他們的那個申請的那個門檻 或者是怎麼樣的這樣的友善環境可以在這個層層上面 如果說政府真的是要展現這個對再生人員的這樣子的支持的話 其實不管是在行政上面,或者在目標上面 我覺得這大的東西應該要更友善 這個應該是那個,我們的部專 好,謝謝,還有維恩,還有那個高醫師長 那個,當然這個其實很多業者都在講說 我們的那個申請的程序,有點多了 大概大部分都是只太陽光燈 因為現在比較多申請太陽光燈 一年大概有五六千件在我們局裡面 其實現任還不算啦 好,那其實現在有兩個構面 第一個構面就是 如果你這個電廠 你這個設備蓋了是自己要用的話 基本上我們的程序已經非常簡化了 它只要填兩張單子就結束 好,這個是自用的 就是說你工廠屋頂自己蓋一蓋 你那個電廠要自己用 那如果涉及到就是說你蓋了以後你要賣電的話 那個就比較複雜一點,我承認 就是說第一個,因為它有些是要跟台電去談好 它怎麼樣,可不可以辦進去 它貴心能夠不夠 還有一些就是建管的規定 因為我們總不好發生說就是說 如果撞在屋頂上面,颱風來的時候 有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基本上它有一些該管制的部分 我們基本上還是去打過check 但那個部分我們也是盡量會再簡化 那所以如果你是自用的話 其實已經很簡化了 好,那但是就是購電部分 可能我們還會繼續努力啦 那就需要大家努力 因為也許一開始大家的經驗比較不足 所以需要看的問題比較多 那慢慢慢慢大家經驗越來越夠的話 大家如果覺得有些文件其實就可以再簡化 我想剛剛使台電的一些地方的這個 居住的人員的經驗附屬 他就是處處設防很擔心 他弄到他自己萬無一失 那別人多麻煩 他也覺得這個就沒辦法 那但是我覺得到目前我們已經這個 這個運作這麼多年 是不是寫一個SOP給我 那個OK 那個我們大概往網站上都有 而且我再弄一份 對,那我的意思是說我們 我們大概再去實際的去查一下 真的是這樣子嗎 還是他們會自己 各居住的人會自己跑出一些 他們自己認為他們一樣的東西 好不好 有時候我得到的訊息是 每個居住的那個 有時候規定還不一樣 這個可能要問一下台電 不過我們的理解是說像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的 因為光電資源的發電量比較好 都在南部 就是像屏東、高雄啊 這個大概是台中以南 所以其實台中以南的台電的那些區數 大概都非常非常的熟練 因為他每年接單子非常非常 那北部的話就是可能需要一些 因為他畢竟地量比較少 他一年可能接單子比較少 所以他那個需要有一些就是說 他們區數之間需要一些交流 大概怎麼樣 那我們知道李總長 你聽到了 我瞭解就是 太陽光電是這樣 我們全國有好幾個去處 但是我們公司都有規定一個標準的作業程序 關於病年方面有標準作業程序 而且有限定這個從收件到處理到什麼 它都有一個流程的一個時間的一個限制 所以我們這部分應該都是已經標準化在處 只會是說他的案件本身有些特殊的問題 比如說他太陽光電 他想要裝設的那個屋頂 他本身是可能是違章建築 像這一種的 才會有一些其他的法令會卡到 但是如果說就病年的部分 尤其是比較小容量 我們現在都是也不需要審查會 都已經降低標準 那除了大容量 我們當然要考慮到他對電網的影響 那就會還需要做一些協商 好 謝謝 那還沒有聲音 有其他的問題 來 謝謝 總委員 各位大長好 我這邊想要提到的幾個部分是 就是關於我們現在討論再生能源 我是從宜蘭來 那宜蘭目前的話 評估上面最適合的就是屬於地熱發電的部分 但是最近幾個月我在宜蘭這邊參加 就是關於地熱的各種發展的可能性的相關研討會 那其實有很多就是很根源的問題是 目前在發展上面沒有辦法被可服的 比方說現在電廠他們要求就是必須要符合環評程序 但是不是說不願意去走環評程序 而是環包署這邊或者是環評 它到底應該要具備哪些條件 確實一直沒有被討論 然後也沒有一個相關的法令或是相關標準 可以讓電廠或是想要發展地熱的產業的 同業人也可以去瞭解說 那到底我們應該符合怎麼樣的環評的條件 那再來就是說 還有一些相關適用的法令它沒有辦法被破解 比方說現在因為沒有地熱相關的資訊 或是法令去處理這個發電的問題 所以它可能會牽涉像溫泉法 或者是各式各樣法律 那它其實都跟地熱在使用上面是毫無相關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比較遇到困難的就是包含像地質探勘資料的不公開 那很多這方面的部分變成說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廠商想要去開發 它必須就是要自己專請才能探勘這些資料 那現有可能當地的一些地質資料 是都沒有辦法從網路或是一些公開的資訊上面可以去取得 那造成可能很多廠商他們因為成本的提高 他們就會拒絕 或是有困難去做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那再來就是在國際經驗上面 也沒有說希望跟國際上面已經有地熱相關的資訊 或者是經驗去做一個配合 或者是人力的培養的部分 尤其是現在其實像菲律賓這20年來 光是在地熱的發電就已經比台灣進步非常多 但是在台灣的地熱這邊目前都沒有聽說 有任何跟國際想要接軌 或者是就是技術合作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希望說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做討論 謝謝你 因為今天環保署的官員沒有來 不過我聽說 我有聽說 說有一位環皮委員問了多少個問題 多少個問題 要問苦足 看起來顯然是一位對你不瞭解 然後又非常充滿了疑慮的那個 那我知道那位環皮委員是非常有名的資訊和諜的委員 所以這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有時候我們覺得說環皮也好 包括我們在等共規律與委員會的規定 都說應該做利益迴避 但是我們發現利害委居那個害 就是對再生的原因非常不友善的人 並沒有迴避 這是非常困擾的事情 不過這是跟我們的國家的政策相關 當初為什麼會請這樣的人來當環皮委員 不過我想我會再跟那個環保署那邊再聯絡 我們上次開過協調 因為現在水利署那邊的一些疑慮已經有解決了嘛 就是說你完全是循環式的 沒有把那個水不斷的消耗掉 那個水如果說在環線的環線裡面 它就不用受水利罰 因為你沒有去動到它的水 那這個這樣水利是不是有答應了 這可以我們再繼續協調 沒有辦法只好這個過關斬獎 遇到什麼困難 我就只好一關一關的這個解決 那那個還沒有什麼解決 等一下上面 因為今天會有這個會啊 就是說台灣如果真的開始要來 那這些公民的經濟的公司 那可能需要有個負責的幫忙 那像剛剛說 假設說台灣能夠有成立 塔羅馬克的合作社 那合作社不以原力為目的 那如果水保局可以有協助 那因為有了水保局的協助 所以它也不一定要賣台 那比較貴的業務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可以有這樣子 形成這麼一個很好的合作方式 而且就是我們也知道說 太陽能可以在建築用電的時候 可以幫那個 我們的系統前進很多的負責 那有沒有幫我評估說 或許台灣在有限的 不知道合聯合約才能夠 建議法才能夠通過的那個 那個千里支架 或許有辦法弄出這樣一個模式 假設啦 假設我們真的能夠弄一個合作社 然後合作社不以原力為目的 所以就不會有剛剛那個 那個課長說的那個原力的問題 那應該也有 有水保局的一些協助 所以我們的成分可以降下來 所以也沒有賣台 那些這麼貴的那個 的那種問題 那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說想要請教各位 會不會有些機會 然後請我們水保局會副長 我想 我想這個 我認為這個應該看起來不是個案 我想我們水保局會納回去 很重去 我們會也很審慎這個 瞭解這個問題 而且我們也希望 我們也可以檢討這個狀況 我認為 我認為這個很有可信 我個人認為很有可信 但是我這邊也說明 像那個 尤其達魯瑪克這個部分 社區從98年之後 能在條例通過之前 還有上課之後 就都沒有上課 然後我們也希望他們加油一下 然後社區盡快有機會參與 我們再次 我們也希望說 也許你們未來 我們會有些做示範點的部分 也許可以拿你們來當示範點 也是一個很好 那我們也可以 如果這個案子 可以讓我們得到一些經驗回饋 也許我認為 這都可以突破的 我想這個是可以 大家可以演唱 我們也有機會可以去突破的 以上 再補充一下 因為現在其實 台灣大部分的太陽光電廠 就是差不多 我應該是說 500KW 500KW其實 對部落來講應該已經很大了 很多電廠 其實它不見的是 就是土地所有人 或者是建物的所有人 它自己出錢蓋 我們有一種模式叫做PVS口 就是說 它本身 它可能跟某一個廠商合作 它提供建築物 然後那個廠商它提供設備 然後他們中間去簽一個合約 然後那個設備商 它就持續去營運它那個發電設備 那透過營運發電設備的部分 它就可以同時付 它從台電那邊拿到補貼以後 它同時可以付這個租金 同時也可以做這個設備 當作設備 它因為購買設備 它會做投資 它可以賣萬的把這個投資還掉 還可以加一點錢 那所以其實台灣這幾年 為什麼發展的這麼好 其實大概這個模式是OK的 那這個模式甚至現在有一些銀行 或是一些駐代公司 它自己本身自己就有在做 因為這個行業看起來是 在台灣是滿有利己的 所以我是建議說如果部落也可以 就是像我知道說像台東縣 它有所謂的公有屋頂招租的那個方式 它也是其實是把公有屋頂 就是用標註的方式 標註給廠商 然後廠商它設好太陽光碟 它就去發電 然後學校可以得到什麼 學校就可以得到回饋 那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那個廠商它最後的收入 就是靠那個發電 所以它會很用心的去圍獲 那個發電的設備 好 那就是三方都可以 所以我是建議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部落可以適的去 去揭曉一下類似這個業者的方向 謝謝 嗯 好那王投放王老師 不 剛剛那個那個川 我們那個記者 後衛記者先發言 不好意思 老師他都在前一輪已經有舉手 謝謝 那接著等一下就王投放 那個專家們先進門在這邊 我只是一屆公民 我也是台電工程師的子女 所以呢我我只關心我的荷包 因為現在我們薪資手的那麼低 為什麼電費那麼高 就像剛剛老師也是大家的共識 今天大家都知道 台灣我們住家能花多少電 我以前我小時候我父親告訴我 我們燈這樣開整個晚上才幾毛錢而已 那為什麼要去不斷的去漲價 去剝削我們的肯試我們的荷包 那今天傳統產業也退出 西進到中國到東南亞去 用電量最大住最主要在工業店 你們提電台電的電力公司 有沒有在這個計算上說 把工業用電量工業用電量的大多寡 計算他必須要付比較貴 貴比較多倍不是現在的 我們都在有負全貴 然後再來今天你推力呢 你再少個部分 那好還有再來請教一下 記得在媒體上說 你們有四個還是五六個 自己的紙電廠 衛星電廠 請問那個在國外 未收賬款收回來了沒有 還是跟聯邦宇一樣 錢太多了 忘記收回來了 那再來既然是赤字 為什麼每年我們都看到 台電員工頂那麼多的分紅 跟聯中獎金 這怎麼解釋 請台電給我們 我們台灣人民 我站在一個台灣志工上面 對台電提出這麼一個比較苛刻 希望你們能夠回答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很苦台灣人很苦 在開發能源上面 我沒有辦法專業的提供些什麼 我只知道我們要過去 我們要活下去 請台電不要再迫切我們台灣人民 謝謝 謝謝 謝謝提供寶貴意見 不過因為我們今天討論是公民電廠 不是電價 電價我們下一次有機會 我們開一個專題 來討論電價的問題 以及台灣的這些其他的問題 謝謝你 那接著我們請王佐發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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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杳源局的 是這個 不代理 應該是一個 很優秀的研究 我在立法院的時候想 我們那個時候在直接在生裡面發展條例 他也是很賣力 可是他今天的講話我有點失望 基本上那個定那個費率 那個等過費率審議委員會 他本來他的權責就是應該去生意 各種不同發電各種不同的再生能源發電的成本 然後給他合理的利用 那你去搞一個這個競標的方式 說這樣就可以接近市價 這個是欺騙社會 而且所有的這一些廠商 因為這樣的競標 所以就是殺的頭獲血 都是虧損 2009年 你曉得太陽能產業都淪為四大產業之一 幾產的產 你現在說他們有利基 你看幾點 你再去看看現在那一些太陽能上市的公司 原來都是搞到百元俱樂部的 現在有的都變成個位數的 這樣子這個是我們在福島的這個產業嘛 所以我們現在開放說人家批評要去蓋 但是你就是用那個推廣的那個規劃的量 當上限 讓他沒有辦法 然後就是用競標 這個東西根本就是違背我們原來 這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精神 那你們能源局竟然是這樣搞 當然我曉得那個時候是經驗會搞的嘛 我那個時候在跟經驗會的那個副總委辯論 所以那一年才沒有通過嘛 那你們現在這樣通過 然後還說那個東西接近市價 所以現在很多那一些在生能源那個太陽能公司 就退出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個是可以去發展的 你讓他這個有那個這個 我們一般講說合理的利潤的話 那你為什麼要限制他這個量 每年限制只能夠有多少嘛 是這樣的問題 那麼這方面根本沒有好好去檢討 還說這個他們有什麼利益 現在基本上我們在發展這一種 本來說是可以這一個自主性的這一個能源 這種自產能源公司 我們根本沒有好好去獎勵 我們本來是很不想再站起來講話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這個發言是真的很讓我失望 剛剛這個問到這個電價這個問題 我也對我們台電的這個朋友 雖然他不是在宣揚這個核電 可是都是講核電便利 這個東西我就覺得也是很不應該 因為他為什麼便宜 這是會計帳嘛 我一直講 當然今天如果我要跟大家講這個 完整的講這些電價 這些能源價格怎麼繼續計算 可能好幾個小時 大概都講不清楚 基本上他要會計帳 會計帳是怎麼算嘛 很簡單就是我今年這個花多少租電 那我今年的那個花的成本多少 就這樣去算而已 可是這裡面 因為核能電廠 我們現在三座核能電廠 都應轉超過二十幾年 他的折舊費用都已經沒有了 核電最貴的是他蓋電廠的建廠成本 還有就是他未來廚藝以後 廚藝的成本跟核廢料 組織的成本 那一部分都不會出現在他的會計帳上 因為他已經運轉二十幾年 折舊完了 所以現場費用那一部分沒有了 等一點了 那麼未來他們會說 我有核後端營運基金 那個財體每度一毛多 這個都嚴重低估 因為未來核能的廚藝跟核廢料的處理 絕對是建廠成本的好幾倍甚至幾十 呻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